土耳其与叙利亚遭遇到百年强症 体坛观测战 祝愿逝者安息 伤者康复 民众能够赶快回复到正常的生活 远离地震所带来的噩梦 我们转向美国 即昨天胡人队的LeBron James 打破了NBA史上的总得分记录之后 今天马上传出胡人 爵士跟灰狼三方交易 胡人队居然成功地把Westwood交易出去 总算功德圆满满足了 詹黄的心愿了 胡人队能够因此打进季后赛吗 还有最新的重磅消息 那就是蓝网队自从把Ervin卖掉以后 马上又把KD给交易到了凤凰城太阳队了 其中真相如何 一定要看体坛分析室 然后又到了礼拜四 大家所引颈期盼水当当的维尔主播 要为您带来哪些精彩的高球的比赛呢 而入选WBC中华队30人名单的旅日好手 吴念廷在媒体日 提到了WBC还有一些旅日的想法 今天都会有详尽的报道 记得全球精彩的体育赛事 都在今天晚上9点钟 Eleven TV家族的体坛观测站 See the difference